好的 主持人 陈其迈这样子的这种政坛的老手 他心知肚明 他这一次拿到这67万票多一点 可是在上一回就前不久 罢韩的时候 当时投给支持罢韩的票数 高达94万票左右 那这个落差一来一回 就差了27万票 陈水扁立刻就在网络上发言了 说民进党不要太乐观 你这27万票到哪去了 自己要思考一下 也就是说 民进党这一次赢的 其实并不风光 充其量只能说 陈其迈勉强守住了一些基本盘 可即便从绿营的基本盘 计算方式来看 他这一次还是没有得到 所有绿营的支持 很多人就分析 陈其迈为什么在当选之夜 如此的低调 如此的千冲为怀 很简单 第一 他这一次的选举呢 并不是得到的绿营里面 所有的派系 以及地方上的支持 第二 他依然是一个少数市长 换言之 今天的高雄市议会 还是由国民党掌握多数 那么他未来的两年里面 必须要达到他所有前面选举过程当中 所开出来的支票承诺 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现在台湾的选举 变化如此之大 民意的走向波动如此之大 说明了一件事情 台湾今天的选民是非常务实的 如果一个政党 一个政治人物 你没有能力替老百姓解决问题 老百姓立刻会弃拟而去 所以民意如流水 这句话在台湾最近的选举里面 是越来越明确的被验证出来了 民进党真的是稳坐泰山吗 民进党在南部 真的就是未来躺着 就可以赢 推一个西瓜出来 也能赢这样子的局面吗 恐怕不然 我们当然期待呢 高雄市政能够有所改善 但是陈其迈 他个人的包袱 民进党这个整个政党的 贪腐的习性 如果没有彻底的改变的话呢 恐怕未来两年 我们也看不到陈其迈 太多亮丽的成绩 我们看不到赢字幕了